事实上现在民进党一样伤脑筋的 恐怕不只有高雄的杨秋新而已 台南市长许天才会不会跟着宣布 托党参选呢 也备受关注 不过今天许天才说 他没有像杨秋新一样天然交战 他只追求天人合一 会不会参选 要看选民国家的需要 不过呢他也意有所指的说 目前台南县无法接受民进党推出的人选 民进党确实该头痛 专程北上宣传辅承的七细节 台南市长许天才卖力推动市政 只是麦克风一凑上来 问的还是他会不会跟着杨秋新的脚步 拖挡参选 这个没事就没事 有事就会发生 没事就会没事 就这样 我一直追求天人合一 如果只要听天意 我早就行动了 对不对 什么师父组点 我本身就是这个佛 像是和媒体大脆购有问有答 但选不选 许天才态度依旧莫测高深 真正为政治理想奋斗的人 他考虑的是整体国家的发展 人民的需要 他不会太计较个人 有礼貌没有礼貌 诚意不诚意 甚至什么条件交换 那都是烂选事 不会为了小恩小怨 负气参选 许天才看到的是 民进党还没整合的危机 台南县还不至于让我说很为难 当然也不是说不支持我 但是台南县 这个目前真的 又头痛的不是我 应该是民进党 为什么是头痛还是民进党 因为民进党推出人选 他应该去了解一下 言下之意是 赖清德如果搞得定台南县 他就算想选也没空间 一旦无法有效安抚选民 许天才也有不惜一战的准备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 是